寵物零食業競爭相當激烈 來自新竹的青農彭博越 自創品牌 結合家裡務農的資源 堅持使用新鮮蔬菜與肉類 來製作寵物零食 經營七年來 贏得不少客戶的好口碑 因為我的 從剛開始做的想法 就是要做最好的 那我從原物料的採買 就是買人吃的雞胸肉 人吃的蔬菜 去做這些東西 因為以往寵物吃的東西 給人家的感覺都是人不要的 或者是壞掉的蘋果 壞掉的紅蘿蔔 才去做給寵物吃 但是我從雞胸肉開始 我就是用溫體的 每天屠宰場屠出來的 我只用每天限量的 然後我的蔬菜 以前是去傳統市場 自己提著菜籃去買 那現在我們是直接 跟一些農民簽約 你一年四季就是幫我種紅蘿蔔 你一年四季就是幫我種地瓜 我想應該連人吃的都沒有到這樣子 對 就是我們的訴求 因為我現在這是第七年 所以我們度過了那個前面 最可憐的階段了 所以我現在開始把一些東西都整合好 那他就是用最好的東西去做出來 那以前台灣也有很多做手工零食的 是最好的東西賣最貴的價格 賣給有錢人 那我們這七年來我們沒有漲過價 我們沒有想要賺快錢 如果我今天要賺快錢我就找人代工 然後快速的丟到通路 然後瞬間就變成一間公司這樣 就好了 不用 我們這邊每一個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都是自己一條一條一條擠出來 所以才會那麼醜 對 所以才會那麼醜 我們就是想說我們希望賣的寵物零食是 就是學生 老人家都願意花錢買 對 所以不想要說我是高高在上 然後我們也不想要太把自己當作是工廠的零食 一包50塊 90塊 那我就取一個中間值 150塊 大家都可以負擔 那我做盡量用好的東西 因為狗狗沒有健保 如果你吃到不好的東西的話 我那個醫療費 我剛剛有講 打個針兩千塊到八百塊都有 可是人有健保 打個針不用錢 150塊掛號費 對 所以我們就是跟我們的老客人 我們有很多都跟我們吃了大概六七年的老客人 從一開始就是我的客人到現在 我很慶幸是他家狗狗吃我們家的東西沒有事 對 那至少我這條路是走對了 就是我可以跟客人 從客人變老客人 現在變朋友 現在三不五時會跑來我家泡茶 老闆說原本自己在竹科當業務 七年前轉換跑道 投入寵物零食這一行 第一年打開知名度相當辛苦 堅持信念一路打拼 後來也發展寵物鮮實 離開了園區以後我覺得我想做我喜歡的 那我從小到大都養寵物 然後因為園區離開的關係會去做點研究 又覺得寵物市場從來沒有衰退過 而且每年最少都以15到25的成長率在成長 那我就覺得是不是可以試試看這一塊 所以我們第一年很可憐 我們第一年賣不到一年喔 賣不到一千包 等於一個月賣不到一百包 所以後來第一年的時候趁得很辛苦 就在網路賣啊 大家都說網路好 大家都說網路賣 然後就網路我不知道哪裡好 老實講 然後後來可是第二年我們開始參展 開始培養老客人 開始把一些口味增加 然後開始把我們當初的訴求知道要講出來 就是說我是用溫體肌肉 我不是用冷凍的 我是用國產肌 我不是用冷凍的進口肌 那我們都是用最好的蔬果 最好的什麼 我們不是用壞掉的紅蘿蔔 盡量都告訴給客人 介紹給客人 教育客人 到現在我們一年 應該最少要賣 兩萬五千包以上吧 對 但是這只是一塊啦 因為我們在創業的第四年 第三年多 四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做賢食 寵物賢食 對對對 臨時是增進感情 跟毛小孩跟主人增進感情的一個方式 包含獎勵 包含慰戒 包含安撫 那主食是要吃飽 然後還要補充營養 所以就有點像我們在養小孩 除了給他奶奶以外 還要給他副食品 除了給他副食品以外 可能還要給他餅乾 或者是什麼 而除了寵物零食 他也跨足研究開發寵物用的中藥泡澡和芳芋 皮膚很容易過敏嘛 所以就開始有接觸到中藥 要用中藥改善皮膚的狀況 然後後來 因為我有養好幾隻狗 然後常常狗狗會有一些抓養的問題那些 然後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可以用在狗狗上 讓牠跟我一樣都改善的話 後來就跟做中醫的叔叔討論 他就幫我們試了幾個配方 讓我們去試試看 那再來是因為剛好最近這幾年很流行寵物SPA 所以開始有人幫我們教育的客人說 其實寵物是可以泡澡 所以我們就試試看出這個泡澡包 幫狗狗泡澡 狗狗真的喜歡泡澡 就感覺應該蠻喜歡的 聽說不是牠們會很調皮 都不願意乖乖做的嗎 因為我會做寵物美容 對 所以都會順便有時候都會幫牠泡一下 對 所以就是比較注重這方面 皮膚問題的 對 從寵物零食到寵物的漢方泡澡一路創業 老闆分析寵物市場未來仍然是潛力無窮 我當初這個是我的第二個創業 其實這要講到為什麼我要創這個業 是因為寵物市場在過去10年到未來的10年 應該都不會衰退 而且幾乎不會受到景氣的影響 對 還在這個 這個市場它是從來沒有衰退過的 只有蓬勃發展過 台灣現在應該 今年2022年應該可以接近500億吧 這個整個市場 你就看啊 以前唸獸醫是沒人要唸的 現在最賺錢的是獸醫跟牙醫跟美容 獸醫被包含進去了 因為獸醫沒有 因為狗狗貓咪沒有健保啊 我隨便打個針2000塊3000塊 是獸醫講的 所以它這個產業是在台灣現在正在快速的成長 但是快速的成長就會造成很大的競爭 因為大家都會投入 那大家都投入的時候就只能靠市場機制去做汰換 因為現在光是做情節類或零食類的 隨隨便便都上百家 對 但是台灣主要還是 這個整個寵物市場主要還是 被國外的產品做刮分 大概有七成是進口 台灣本土大概只有三成 所以其實如果以台灣人來看這個市場 我覺得還很大 因為還有七成可以刮分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